哈囉大家好我是大老師 喜歡我的頻道請按一下地面按鈕跟鈴鐺 就是我們IG、FB、Twitch、BDB還有Discord 好那本週9月15號晚上 在官方有更新的本週內容齁 那第一個是主線劇情19章開啟齁 那在9月16號更新維護後 那19章情段預損 好 好再來大家最關心應該是這週的卡斯吧 好這週卡斯一樣是養生週 一樣養生週 各位中秋節可以好好的休息 悠閒的打個關卡刷個材料 好好存你的十字巾 期待下一次會不會開鸚鵡血、見邪、沒錯姐等等 等等 好反正大家就先把十字巾留下來 如果大家要去抽這次的燕皮筒跟黃斧森 我也是沒意見啦 我也是沒意見 那我自己會存啦 我自己會存 好那 OK就是 本週就是黃斧森和夜明龍 OK 沒這麼好介紹了就是這樣 那黃斧森大家都有了吧 大家都有了吧 有了吧 沒有我也沒辦法了 應該是大家都有了 夜明龍也是吧 好那相信大家對這兩隻角色非常熟悉了齁 好反正本週養生再養生一次 好再來一個限時活動沙漠祕寶齁 那這個是每日登錄可以獲得大量的銅錢 累積登錄達指定天數可以獲得絕品魂石魂光 十字印等豐厚獎勵 然後五天的話會獲得祥瑞外觀雲中兔 長這樣 這一個月亮齁 好反正大家就可以記得這個登錄一下齁 所以這次的中秋節活動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嗎 看起來是喔 好喔 然後禮包的話就是祈福和870塊齁 然後有十字金跟靈運石 呃我是不會買啦 我是不會買 好然後魂十字選箱 就是魂十那一部位 然後30顆十字金這個170塊 然後1萬一個銅錢 嗯我也是不會買 好本週更新 滿沒有 沒有什麼特殊的爆點啊 那特殊的爆點是反而是陸福那邊的 在昨天9月應該是凌晨的時候 陸福官方有PO那個生魔之尊傳的開啟 好那有說三位角色 那三位角色是有一位是女生 那到底是哪位女生我還是想不到 好啦那本週的情報是這樣子 那大家對那個神魔之尊傳的開頭動畫 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去看我昨天發表的影片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我的影片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IG、FB、Twitch、Bilibili還有Discord 掰掰